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打个剪口 然后把这个缝给它搬开 都搬一下这样 好这里做好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角再把这个翻过来 翻过来的时候 像这个方角我们一定要切掉 把一个手指伸进去 伸进去之后顶住 然后这样挨着这个角折一下 翻过来的角就比较顺 还有这个领角这里把缝分一定要修小 因为翻过去了两个缝分层叠在一起 这里会很厚 就是领角这个方向这里 我们要把这个缝分修到小小的 修到0.1 0.2都行 就这里 因为你这里缝分大了 那很难翻过来的 大家看清楚 我只修到了将近是0.1 0.15的样子 然后把手指伸进去 我们这样可以捏一下 不要使劲的拉 你看这个角 你使劲拉都拉不出来 但是还会把这个线拉断了 我们要用锥子 挑了这边 然后再转个方向 挑这边 然后再次复误一下 然后再次复误一下 再次复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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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么这个呢 是最尖的常态了 再尖的话就烂掉了 翻过来之后我们烫一下 不要沉叠了 全部用手指 这样把它这样撕出来 大家呢 不一定要用这个牛仔做 用其他的面材做也行 你只要就是配色 配好看呢 也都还可以 我们来压下线 压个方线就可以了 高低压角 先压0.1 转角的这里呢很容易卡针 注意一下 把压角抬起来 手一圆 这个手拽人子 拽几针子 照过来 手拉住这个后面的线 往后面拉 好 冷静 平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测到这个横向的地方稍微有点弹力 我们这个锥子往前面推 那么测到这个横向的地方稍微有点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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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固定一下 OK 做好这些之后我们再压个伤线就可以了 压双线就是压角的边缘始终与第一条线齐平 如果是大家有磁铁的话 你固定好这个位置 直接车就可以了 让大家看杂滚 别小时 让大家看杂滚 我看杂滚 给一下 我看杂滚 �cilners 撤好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线给它搞掉了 抽掉就可以了 然后把领子固定上去 这里我们有几个剪口 把我们的线路好一点的 这个是反面 线路不好 正面 从这个点开始 我们先固定 撤个0.5的缝分 这个尖缝往后面打 拼的缝要对好尖缝 然后就从这里兜一圈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对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吃好了 正面就这样的了 后面就这样的 接着我准备好条冷子带 那么冷子带我直接从中心点 看清楚了 直接从中心点 首先我们压一个0.1的弦 这样子平着 这个冷子带边缘 齐平我们这个边缘就烤了 尺寸这个线要换成灰色线 就跟这个本部一样的线 不要用牛仔线了 不要带边条 就凭着车 下面也不要拉 这里千万不要拉 拉拉你穿到这个衣服后面 就会起包起拱 这里这个中间后中心点 可以稍微的把这个边条 往我们身边带一点点 就可以了 拼着车就是了 多余的我们先剪掉 接着我们把缝分修一下 看清楚了 那么这一段我的缝分 要比这个边条要小一点 不然的话 你等一下盖线的时候 这里就会露出毛边来了 修到0.6吧 看清楚了 那么这个领子这样子摆放 从前中方向 把这个边条 这个边条的边缘 就是齐平这个折痕就可以了 压0.1线 这样子哦 这个手尽量把这里全部摸平 好不要沉叠了 沉叠了 那么反面就会很大 那如果此时有刺解的路口 你可以放在后中心点 中间 hype 了 Yeon 是 morgen 这都合啦 是 蒂我就 梦 我是 是 OK